所谓的借鉾修真 就是用佛法来净化自己 所谓借鉾修真 就是告诉我们要珍惜且充分的善用人生 来成长 充实 奉献自己 佛讲到真空妙有里面 什么叫做真 真就是眼前你能够看得到的境界都是真 什么叫做假 因为会随着时间在改变 会随着地点在改变 会随着观念在改变 这个叫做假 这个假就真跟假 假跟乙 这个假与柄的假跟乙的乙 这个意思是讲什么 是相对的 有假一定有乙 有真一定有假 这个意思说凡是世间都离不开相对 直到相对那就对了 意思是说天下没有白吃无产 用佛法的观念和方法来进化自己和进化人间 才不辜负生而为人的此一人生 十方新闻黄慧如肖瑞丰台南采访报道